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全新一代的路呼缆胜运动版 当你第一眼看到全新一代的缆胜运动版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它整车的造型依然传承着缆胜运动过去这种带有图腾性的标志性的车身造型 无论是车头部分包括车侧的整体的造型都很好传承着缆运家族这种图腾式的线条 当然了作为一代全新的车型 缆胜运动也极力着将车身表面的线条和过去这些像门把手造型全部填平 隐藏式的门把手包括锐脚角度都有所踏平的曲线能够提供更好的空气动力学的数据 这一样正前车整体看上去与缆胜更为的一致 我们到正侧面可以看到缆胜家族标志性贯穿式的腰线 以及微微下滑的车顶造型 这些都很好的传承过去 但是在车尾的部分 说实话我对车尾还是有一点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的 它因为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产品 让车身表面更为的平滑 这确实是现在设计趋势 但是车尾部分过去缆胜运动那种凹凸有致的造型 这一次做的更为的平滑和圆润了 说实话这点并不像过去缆胜运动那种霸气的气质 那我们一起看看车内发生了哪些变化 全新一代缆胜运动整个内饰的布局 也是传承着缆胜家族一贯的这种位置化和功能化的布局 但是在很多细节的地方 其实也进行了很多细节这种雕刻式的设计 比如说带有弧度的悬浮式的中控屏 以及悬浮式多边形仪表盘的屏幕 这都是跟新缆胜完全一致的 另外一点会发现整个车内镀铬件 是采用这种暗灰色的镀铬件的材质 看上去会有非常高级的这种质感 另外在整个车内的布局以及功能设置层面上 都很好的传承是上一代缆胜运动版的所有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老车主的话 这台车你坐上来之后 会对每一个功能都非常的熟悉 而且很快就可以上手 另外在功能脑部分 将第二代全地形系统以及挡位 包括空调系统都进行了一个集合 把所有中控部分的物理暗线 都集合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 这样的话操作起来比较顺手 另外这台车的内饰也配备了 锻造式碳纤维的材质 在车的门板上 我们也看到了皮质布置以及什么暗色镀铬饰条 包括锻造碳纤维的材质 整合在整个门板的内饰上面 另外在座椅也依然很好的传承着带有旋钮的座椅扶手 作为一台传承的SUV 缆胜运动在后备箱也提供了非常多功能的板块 比如说中间这个小挡板 立起来它最大的一个作用是当你后备箱的物品并不多的时候 它会在后备箱并不稳定 这样的话通过这个挡板可以缩小后备箱整体的空间 让里面的物体更为的稳定 另外这一次缆胜运动也将备胎放在了后备箱的里面 这样的话也让整个底盘的平整度会相比之前优秀一些 另外一点作为配备空气悬架的车型 那么在后备箱也有一个后悬架升高降低的一个快速按键 这样的话对我们平常搬运货物也提供了一定的方便 同时一键可以将第二排放倒 这样的话提供一个更大的后备箱空间 全新一代的懒胜运动在驾驶的氛围上确实是做到了非常多有意思的地方 比如说非常激进的这种声浪的回馈 以及包括在运动模式下各种细节的调校设定 包括说还给你提供了一套像单圈计时加速剂 以及秒表的这种数据记录 可以很好地让你对自己的这个驾驶 以及将你和车辆之间的磨合 以及驾驶成绩数据化 这一点真的非常有意思 另外一点全新一代的懒胜运动基于MLA的Felix的平台 基于这个架构基础之上 这台车整体的驾驶的氛围可以说非常的懒胜 那么为什么用懒胜这个词 它并不像德系车那种对于方向的指向性 以及悬架的回馈有着很高 甚至说很苛刻的要求 它似乎还保持着路虎对于路面那种略微模糊 但是又能够给你一个很好的驾驶状态的这种感受 这一点其实就用懒胜这个词来形容 是非常准确的 简单的说 在我全油门加速的状态下 它可以给你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的输出 但是这种动力的输出又不像我们 对于德系车那种涡轮直接喷出的那种印象 它是这种源源不断的动力输出 非常的有线性 另外一点在悬架的支撑力上 你会发现它有着很好的侧向支撑 但是又不是这种很硬的状态 这种性格的调教其实在公路上的表现 并不会让你非常的满意 但是进入沙石或者复合路面的时候 它的优势就出来了 不管怎么样 它也是一台缆胜运动版 它要去考虑很多的使用环境 而并不是针对单一的路面 另外一点对于缆胜品牌来说 整车的NVH它依然做的很优秀 虽然运动版在运动模式下 能够给我们很好的声浪的反馈 这种声浪反馈并不影响整车NVH对于人的感受 那么在标准模式下 这种声浪就会降低 缆胜这种优柔豪华巡航的状态 它依然可以拿捏起来 最后全新一代的缆胜运动 也提供了三套动力总长 310马力400马力 以及一个510马力的插电混合动力 在动力选择上 我们可以选择的范围更宽泛 那么在驾驶感受上 以及整车的配置上 也会根据你不同的需求进行定制 虽然这台车在外观上 我还保留着我自己的意见 但是这台车在驾驶 以及底盘的调教 包括内饰的氛围上 还是有着很高的色情